国民党北市党部主委直选15日将投票 候选人钟小平下午举行记者会 指对手黄瑜仅如10月9日晚间在士林一家餐厅宴客 现场有90人还送茶叶礼盒 违反不请客、不吃饭、不送礼的公约 钟小平并公布录影带 要求主席吴敦义调查此行为是否适当 还给党干净的选举 对此黄瑜说 他是受邀出席更没有送礼 钟小平说 和黄瑜仅如吃饭的是他的操盘手郭明清 郭是前士林区党部主委 这次负责黄的内湖南港选票操作 吴主席说是党部主委要公正、清白的选举 当初都有签公约 黄瑜为何请吃饭、送茶叶 桌上还摆着红酒大餐 钟小平还说 黄瑜的先生黄秀庄 是台北市知名的建筑师 和市长柯文哲交好 他非常怀疑黄瑜如果当选主委 先生的业务私交、愚公、愚私都和柯文哲交好 黄瑜该如何制衡攻击柯文哲让他下台 未来市长选举战力会大打折扣 对于外传吴敦义主席在这次选举 请黄瑜锦如中小平驳斥 吴已经公开表示 如果他和家人偏袒权和人 他就辞去党主席一职 黄瑜锦如则指出是否是他请客可以去查 这是一场基层党员的聚会 他被邀请去当来宾 若不去会市里也非他花钱 不会为了选举去宴客 至于他的先生是台北市建筑师工会理事长 和柯文哲兵 无怨言 但需代表工会去市府开会 对市正好的会鼓励 但先生常提出真言 是他的职务所在 与柯见面都是在公开场所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选举出现燕少尉 中小平经纸对手黄瑜锦如宴客奉礼 违反公约 记者杨振海摄影 分享